第十二題 如附圖 代側物體放左盤 時刻法碼放右盤 此時天平保持水平靜止 指針在0刻度線上 但是取下代側物體和法碼後 卻發現指針偏左 請推論此代側物體的實際質量 應該為何 我們曉得 當我們天平保持平衡的時候 就是左邊的質量 會等於右邊的質量 但是呢 我們把它東西都拿下之後 發現我們的指針朝左 上米天平的指針是朝上 所以當它指針朝左的時候 就表示左邊的比較重 所以左邊的原來的襯盤是比較重的 右邊的襯盤原來是比較輕的 那麼這時候呢 我們又放上了物體 放上了物體 又加上10公克的法碼 那我們看看物體跟10公克的什麼關係 我們會看到 重加上物會等於輕加上10克 所以我們會曉得 這個物體的重量呢 質量呢應該會比10克來得小 所以它應該會小於10克 所以第12題問我們說 請推論此代側物體的實際質量 應該為何 我們答案呢要選的是C 小於10克 因為呢 它左邊的東西 原來襯盤呢是比較重的 加了比較重之後 等於右邊呢比較輕的加上10克 所以它本身呢 質量會小於10克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C 再次 再次 谢谢大家